作词 李宗盛 浪漫成了特权 光西光北共舞是盛业 只眼淡花我的壮烈 是无悔的经典 不忧伤的爱 是深爱 像无形的存在 却无处不在 维持爱 当伤害 愿所爱 黯然寒度心海 一朝放了感情 一生挂坏 自无私的深爱 是绝不有伤的 一生挂坏 爱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当然知道你在这里了 因为江生爱花 有花的地方 当然就有江生了 我当然知道你在这里了 因为江生爱花 是行不服 我是之前在网上预约过DNA亲子鉴定的 好 我会把资料邮寄过去 哥 你还记得吗 你四年前跟我说 下一个冬天带我去看雪 现在可是已经过了四个冬天了 走 我现在带你去看雪 雨昂 你看啊 几年前啊 这个品牌的食人花系列啊 相当经验 色彩缤纷 是由高级珠宝启程的 经过七十二道程序加工完成 其实彩息的运用 中国很早就展现了相关技术 另外除了钻石 黄金 玛瑙 这些西方擅长的素材 中国的玉石呀 珊瑚呀 也都非常适合运用在珠宝设计中 没错 我接个电话啊 喂 有事吗 没事 我出去一趟 梁生不见了 姜生也不见了 他们人呢 没人知道 不可能的 一定会有线索的 那你好好找找吧 陆医生 天佑哥 怎么了 梁生和江生一起不见了 他们会去哪呢 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啊 不见了 我跟我哥出去走走 不要担心 不用找了 他们两个在一起 你打给他 问问他们在哪呢 你快点打给他 这样我才能安心 你打 你再打 继续打啊 魏阳 你冷静点 只要江生跟梁生在一起 他们就是安全的 不行 我得找到他 你不找 我找 试惯 试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 仍有他挟持这脆弱的事 提过去像一场剖心的追忆 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 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 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 曾记忆曾经多少次想听 天又明却又心不忧急 不忍放弃 你从未忘记 爱从未平息 眼前的场景一幕幕放映 每一点一滴 都无法抹去 这样一个你 才更那么狠心 要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你在扶什么呀 哥哥的书包 哥哥要上学了吗 妈妈 我也想上学 今天先让哥哥上 明天再让你上 妈妈 衣服上好了 哥哥 我想关点书 一起晒起来好吗 江生不能上吗 让江生上吧 我不用上了 江生不上 我也不上 谁去玩 你们这是要干吗呢 上学去了 对呀 谁上学呀 我跟哥哥呀 你看我的习书吧 你们上学去了 谁陪我玩啊 他们几个呀 谁陪我做屈屈呢 他们四个可以陪你啊 对呀 他们四个可以陪你一起玩呀 我跟哥哥一起去上学呀 走 拜拜 拜拜 哎 妹妹 我也要去上学 哥 你还记得当初我们要去上学的事吗 一听说你要去上学呀 我就吵着要去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真不懂事 上学的学费 一定是骂给人打了很多零工 洗了很多衣服才赚来 你也别太怪自己了 你也别太怪自己了 人的求知欲 还有伤心心 这都是天性 要不我们怎么能 不断地进步呢 嗯 你当初说 要让所有穷孩子 都有书可以念 现在 我看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你呀 这么久才来看我 你呀 外婆 你知道 成青吗 别提她 你妈就是被她害惨了 说到底 不都是周末害的吗 当年 结婚前就知道周末那些 花花肠子的事情 可你妈还闹着非嫁不可 结果你看 结婚以后就一直吵 你三岁那年 他们大吵一架 她就直接把你改成信录了 我妈到底喜欢她什么呀 还不是喜欢她风流倜傥 和花言巧语呗 那时候周家败落了 不得已 才入赘咱们陆家 否则 她才不会离开成亲那个女人 她就没有后悔过 你妈那个酱脾气 她认为什么事情 都是可以改变的 可江山一改 本心难移 那你们怎么不好好管她呢 就这么顺着她 周老爷子 也就是你爷爷 特别喜欢你妈 几次上咱们家提亲 就想拿她当儿媳妇 结婚的时候 还主动提出 跟你外公联手 签署了一份婚前协议 说周末不得有私生子 否则就近身出门 两家的财产都得不到 这合约也签了 咱们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只可惜你妈走得早 那年你才十一岁 她最不放心的 就是你 外婆 你养了我这么长时间 真的是辛苦了 好了 能看到你好好的 外婆就知足了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记得就好 你好好休息吧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啊 没事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遍 生命中 你好 我是宁卫央 你好 我是梁生 很高兴和你成为大道 那风中的歌声 孤单鸿野的声音 是谁 回忆中 大歌声 你怎么来了 下这么大的雨 我来接你啊 接我啊 中午的时间 始终都没有改变 那地上无声 蒸发我的泪 黑暗中期待光鲜 生命有一种绝对 等待我 请等待我 直到月底融化 成笑颜 我没有找到梁生 他们今晚不会回来了 梁生被江生带走了 梁生是他哥哥 为什么要梁生回来 梁生他是自由的 他要去哪里 不是我决定的 那你为什么不管好江生 江生也是自由的 是 霍杨 他们两兄妹 分离了这么久 难得见面 给他们一点空间吧 空间 天佑哥你会后悔的 喂 天佑 你知道梁升不见了吗 魏阳情绪有点失控 我找不到他了 我打他手机他也不回 如果你见到他 你告诉我一声 不用着急 他刚从我这里离开 他情绪怎么样 魏阳他的情绪是有点失控 但他只要知道梁升没事了 应该就会放心的 那就好 那我先挂了啊 先生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找了两个泡面 还有两个饮料 趁热快吃吧 怎么没有信号啊 这里 谢谢 谢谢 还挺香的 谢谢 哥 四年没见了 你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 四年没有见 你长大了一些 也变漂亮了 对 但是还是歌心中的 那个善良的将手 那个 这四年你过得怎么样 十四年 我在巴黎完成了大学 也开始学着做生意 做了一些投资 很顺利地完成了一些合作 看上去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但是我总觉得内心 好像失去了一些什么 你呢 这四年你怎么过的 我呀 我换了一个城市 读完了大学 也做了几份工作 我每天都在期待 能再次见到哥 我想过很多种 可以跟哥重逢的方式 也想过很多种 可以跟哥重逢的场景 我很想哥 真的很想哥 哥现在就在这里 哥回来了 谢谢啊 哥 你说如果咱爸咱妈 知道咱们重逢了 他们会有多高兴啊 咱爸 咱妈 他们肯定会知道 而且他们 不是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吗 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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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我身边 记忆这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吹散了少年 梦想在爱中点燃 落叶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人潮人海中 寻找你熟悉的脸 用尽力气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在荆棘的花 在悬崖凋谢绽放 是爱让我勇敢 我是你最亲爱的小孩 陪你看满天星海 你给我一颗装子 你给我一颗装子 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但答案会是爱 爱是最美的遇见 昨天晚上太晚了 莫班车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回不来了 其实我给你打电话了 但是山里面实在是没有讯号 让你担心了吧 我知道你跟梁胜在一起 很安全 我不担心 山里那个小木屋特别好 改天我带你去吧 只要你好了 去哪儿都行 真的 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 你和你哥分离了这么长时间 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现在你们两个都在医院了 等你的精神状态好了 多过去跟他聊聊天 姐 梁胜和姜生已经相认了 梁胜恢复记忆了 她想起姜生了 我最担心 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立昂 你别这样 他们兄妹从小 像因为命连挺苦的 梁升能够恢复记忆 这也是件开心的事情 我不开心 我不能让他继续待在这里 只要他留下来 我过去所做的努力 全都前功尽弃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带梁升离开 像过去四年那样平静地生活 这样对他的健康 才是最好的 只要他留在这里 他的心永远不会平静的 你要做这些 梁升他知道吗 我是为了他好 维扬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不了解梁升 除非他自己下定决心 否则谁劝都没用 我说是 潘律师 我想了解一下 财产继承方面的事情 听说当时周家和陆家 签署过一份婚前协议 是的 当初周家败露 依靠着陆家才得以喘息 但是这些年 经过周末的经营 周家得以壮大 两家的财产 也都握在了她的手里 再加上这两年 陆老太太年事已高 也分不清哪些财产是周家的 哪些财产是陆家的 不过呢 不过什么 不过 签署那份协议的 并不是结婚当事人 所以这在法律上 是不具备效力的 再加上周老爷子 也立了一份遗嘱 周家的财产要留给长孙 现在看来 您是周家跟陆家 唯一的孩子 将来这一切 都是您的 对 咱们先接受 立洋 怎么把我工具都收起来了 我要回发过 这么仓促的决定 不会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吧 立洋 我们是朋友 有什么事情 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分担 你别一个人憋着 可以给我讲讲吗 不说也没关系 其实我就希望 您好好地生活 开开心心地工作 不管你在上海还是巴黎 只要你需要我帮助 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 江生的病情 基本上也已经稳定了 而且还有天要照顾他 你也能放心了 喝点水吧 我们回法国吧 那边对你的病情 也有些帮助 而且我已经给医院 打过电话了 他们都安排妥当了 我不会回去的 怎么了 你不是挺喜欢法国的吗 我们就让医院 江生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 江生 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 我今天告诉你个好消息吧 你自由了 可以出院了 以后想看哪儿就看哪儿 再也不用盯着这种 恐无异物的地方看了 我的身体真的好了吗 我可不可以不出院啊 你不想出院 不会是梁生在这里 你就不想出院了吧 梁生不去法国了 留在这里陪你了 你开心了吗 满意了吗 你别这样 他还是个病人 怎么 你也看着他了 陆医生 维扬 你别着急 你听我解释 去去 你爱过一个人吗 江生 我从大学的时候遇见两生 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我爱了他整整七年 我好不容易换到了一个结果 却又被你给毁了 却又被你给毁了 维扬 我一直把你当未来的嫂子 所以 你也别生气 我哥可能是太担心我了 他以后会不偿你的 好 好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好好养病吧 我去照顾梁生了 我这是一样的 不是 你看 我像两个人 吗 你像一样子 吧 你不想到 你哪有个人 我便他 有 你看 不想到技术 把委屈憋在心裡 這樣對你身體不好 可以嗎 我想回家 喝酒別說話 喝酒別說話 我想回家 等你身體好了 隨時可以回去 我已經好了 我想回小魚山 明天 今天 就是 好 哈哈 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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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哥 我要出院了 天佑已经去办手续了 你的伤都好了 都好了 挺好的 还有 这些水果 都是未央给你准备的吧 他可真喜喜 把个交给他 我就放心了 天佑不是也照顾你吗 我也很放心 你好好养病 等我有空了 我就过来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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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家 等我一下 嗯 不许动 等我来动 来 安神长 是你之前教我做的 谢谢啊 慢点 烫 喝完之后 上去睡个觉 好好休息 公司刚给我打电话 我要回去处理一下 好 那你快去吧 房间的东西都不要动 等我回来收拾 嗯 老想把人带回来给我看 你哥呀 在集团用人选才 眼光精准 怎么选女人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别听你哥了 你毕业有一段日子了 什么打算啊 爷爷 我还没想清楚呢 行动永远强过空想 年轻人就该天南地北地去闯 闯祸你倒是擅长 没闯祸就是进步 爷爷 咱们家 哥哥在外面闯天下 总要留下来一个人 陪着爷爷嘛 不然 现在 哥哥跟江生如胶似漆的 谁留下来陪爷爷 对吧 好 猜你就没有睡 结果别猜中了 你不是也没睡吗 刚下巴啊 给你带来夜宵 吃完再做 谢谢你带我去看上海珠宝展 看到绿松石的钻链 我感觉很震撼 维扬 其实绿松石啊 是成功和权力的象征 在古埃及的文明当中啊 你会看到相关的饰品 古老的阿兹提克人 甚至认为绿松石 比黄金更珍贵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历史上完毕归照 加之连城的合十毕中 似乎也有绿松石的成分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 沈渊学长 说吧 我想你知道的 我的心里 一直都深爱着一个人 我知道 而且我在心里 一直祝福你和他 可是毕业回国后 我们两个走得越来越近 你担心这是一种追求 我只是觉得 要把态度讲清楚 看来 你很在乎和他的感情 当然 那是我从青春的时候 就认真守护的感情 薇洋 有的时候啊 一个人 靠近另外一个人 是没有态度和目的的 就是单纯喜欢 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光 所以薇洋 你不用拾紧 一份好的关系啊 是不用太用力的 可是爱情需要努力啊 而且也需要捍卫 捍卫 打仗才需要捍卫呢 言重了吧 好好好 你捍卫你的爱情 我尊重你的想法 好 喝茶 谢谢 真的 怎麼啦 看着我幹嘛 爷爷他从香港回来了 我想 带你去见见他 列姚 对 以後再说 让家里的人知道 也不及时这一两天 没事 我跟你去 有话直说 是又想劝我见江生吗 不见 说完了 你可以走了 不满意啊 爷爷 我是认真的 就算您不认同我 也可以听一下我的理由吧 李雄 你到底有多少理由啊 别人眼中的 和我眼中的有多少不一样 我就有多少理由 爷爷 在您看来 他可能是一个问题不断的江生 但他其实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江生 如果这样都没有办法说服您的话 那 我告诉您我眼中的江生 江生 江生因为我们程家 和他相依为命的哥哥分离 在外面颠沛流离 但他却一直没有怨言 因为 他坚信梁生这样会过得好 或许在您看来 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但在我看来 他是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成全了别人 这样的人 我不能不心疼 牺牲自己 成全别人 从小 我是您一手带大的 颁奖典礼 毕业典礼 买第一台车 开的第一家公司 我生命里的所有快乐 您都没有缺席 我现在遇到了心爱的人 我想正大光明地 介绍给您 我想您一定会喜欢他的 你一杯喜的眉眼 决定我心里的季节 我爱你 为你 为你 有的 纷乱和 残烈 多美的 诗篇 最孤独的 少年 露出最 敬服的 幻眼 坚持要用一生的 体贴 说一份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火焰 烧起了热烈 翻身打造温暖的世界 替你取得愿 帮你去实现 生生不息 只爱不眠 我是蓝天 驱散了云烟 只留晴空 吞染了风雪 让你文化香 为你扫落叶 生生不息 比永远 更永远 爱 也许不是牵手 带你到终点 而是该放手 送你去 转雷殿 转雷殿 我是火焰 烧起了冷烈 分身打造温暖的世界 天你许得愿 帮你去实现 生生不息 只爱不眠 我是蓝天 启散了云烟 只留晴空 吞染了风雪 让你文化香 为你扫落叶 生生不息 比永远 更永远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